作者 红社胡尔斯克 不准备运往国外,而是从巴基斯坦运回来,据报道称,这是一辆参加相关展示的样车,从巴基斯坦运回中国,由日照外大湾山峰公司负责谢火。 仔细看这张照片会发现,这辆全身数码名采的VT4坦克,有着一门军绿色涂装的火炮炮管。 这个形象与今年年初,巴基斯坦包裹的在巴特市的VT4主战坦克一模一样,多年前,巴基斯坦就开始了下一代主战坦克的铁型测试。 巴基斯坦陆军目前装备由中国研制的85IRAP主战坦克,中巴联合研制的哈利德,主战坦克和乌克兰的T80UD主战坦克。 这些坦克目前在与印度同类坦克对比中并不落下风,但是,随着印度T90增加采购量后,巴基斯坦也在积极的筹划应对之策,就是拥有更加先进的主战坦克。 中国也是在这个时候将最先进的VT4外贸主战坦克,送到了巴铁的手中,无独有偶,同时送到巴基斯坦,还有中国的老对手乌克兰坦克。 乌克兰送去了T84M堡垒主战坦克,堡垒主战坦克和中国的VT4主战坦克,可谓是老冤家了,由于乌克兰坦克厂产能不足,没有及时将泰国订购的堡垒坦克送到,逼得泰国从中国重新购买了VT4主战坦克。 同样,在巴基斯坦的测试场上,我们也能够看到VT4坦克和堡垒坦克并驾齐驱的照片。 这次,VT4坦克推回中国,让人们担忧中国的这种先进坦克,会不会已经被巴基斯坦陆军淘汰了? 就像是直识武装直升机,由于高原性能等问题,最终被巴基斯坦军方舍弃一样,其实,彼者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前,这种判断是不可取的。 巴基斯坦坦克选行已经进行了数年,中国其实并不是就送了这一辆VT4坦克,此前还看到了一辆没有明彩涂装的VT4在巴基斯坦。 因此可以说,相关的测试其实已经完成,到底是VT4还是堡垒M,就看巴基斯坦陆军后面的各种评估和谈判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作为已经完成测试的VT4坦克,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加上测试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行驶量、开炮量,可以说这辆测试VT4已经到了寿命的顶端, 所以送回联寿或者处理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 如果巴基斯坦最终测试选择了中国的VT4,那么我们一定会向其提供全新的坦克,而这辆辆车已因此被送回。 所以,我们不必起人优先,让我们静候加音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